好了 接下來那份報告會出來 90天之後那份報告會出來 會否證明到有可能一定會 我說給結論就行了 possible 甚至probable but no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it must be from WIV 即是說沒有可能確定 但是很有可能 and then what 好了 有個結論 哦 知道了 回家睡覺 是否這樣呢 八國聯軍庚子賠款十兆美元 標準是甚麼 不是不容合理懷疑 這是刑事標準 現在我們追殺民事賠償 民事賠償是甚麼 propendance of evidence 證據優勢 甚麼證據優勢 不容合理懷疑 是由WIV洩漏出來的 無論是故意或過失都要賠錢 賠錢是不論你故意或過失 總之你有fault有過錯 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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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無價怎樣計 慢慢跟你計 有些 你終生受到殘疾 如何計算 我和你計算 喪失我們的公時 如何計算 我和你計算 譬如我這樣 喪普 二十多天困在這個地方 精神上 你飽受了很多東西 不是我和你做節目的話 我真的有精神上損害 所以很簡單 別說我 其他很多 在香港那邊有些名人 都是在做節目 他們心裏覺得 出街也很難 整個城市 幾多小生意 在台灣那裏 不能開 這個是困難 誰會開 源頭是甚麼來的 政府三加十一 不封關 九首必失 香港那麼多人死 怎麼計算 香港以疫謀疤 用疫情來鎮壓我們所有的人 六四都用疫情的理由來做事 我怎麼計算 源頭是甚麼 是你有這樣的病菌 病菌是哪來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來的 病毒 COVID-19 不是Alpha Gamma COVID-19 甚麼是COVID-19 中國病毒 武漢肺炎 再說一次 中國病毒 有人說是CCP virus 甚麼中共病毒 甚麼 習近平病毒 我任你稱呼 但我想你知道 這就是中國病毒 不是中國病毒 是甚麼 香港有香港腳 台灣有登革炎 日本有腦炎 德國有麻疹 有伊波拉病毒 這是何名 我問你 為甚麼不能說 那你就用了那些名稱 像Alpha Gamma 這樣稱呼他們 中國病毒 說到最後 中國病毒 毫無怨念 沒有歧視 我講的來源 不是歧視中國 那你不會看香港 歧視香港 台灣登革炎 不是歧視台灣 日本老移民 歧視台灣 日本老移民歧視老國 德國麻疹歧視德國 伊波拉歧視非洲 這些神經病 左膠的政治正確 麻煩你收檔 收檔 寫檔字目字 哪是歧視金屬 我告訴你 這些人是想事 敢想事 我覺得 這些人 腦筋 經過左膠 左派的教授洗腦 左派的社團洗腦之後 整個人沒有common sense 沒有平常心 沒有寬容心 沒有基本常識 莫名其妙 所以我告訴大家 現在這件事 你追究它 最重要的是追究它 It's not about 所謂的這些花拳秀腿 我幾相信 證據優越性 是必須我們爭取得到 如果最後一份報告就能說 我們無法判斷證據有幾多 有幾大可能 但是有機會的 如果寫到這樣做的結論的話 我可以這樣告訴你 就證明到這個敗匪政府 和整班的華爾街集團 放生中共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很重要 這個不是科學決定這麼簡單 科學決定的事情就是 它有幾大機率去做 我們講了這麼多話 講到口水干嘛 一大堆證據 由法國的專家 一路到美國的專家 一路講P2 P4的分別 石正麗的角色 很多篇幅的東西 我們講幾多東西 找在網路上幾多資料 這些需要再去調查嗎 如果這樣你都不相信 那你說什麼我會知道哪個例子 Nature Nature都有可能 很有趣 這是百寶袋 你什麼都可以說Nature 賴天賴神 什麼都可以 但我告訴你 這個問題就是 武漢美濟研究所 咬死他 在這個情況下 你再不承受責任 中國 你這個研究所 不是私營的 是國家的 是黨的 是政府的 你這次死定了 今年庚子年 庚子賠款 就這麼簡單 去到這個位 你會發覺到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 所謂的 漢奸走狗 不是漢奸 是美奸 美奸 就是福奇 Anthony Bochy 因為他被人篤爆 這個篤爆不是我篤爆他 是華爾街媒體篤爆他 為什麼這樣覺得 因為 華爾街媒體都要施加壓力 給拜登政府去滿足 要拜登政府 滿足他們的東西 這是深層政府 這是華爾街集團 好了 Anthony Bochy 就很簡單 他就說 白宮抗疫顧問 發過電子郵件 這個白宮抗疫顧問 就是Anthony Bochy 就是他發過郵件被公開 證明他是表裏不一 第一 他公開批評過中國在疫症初期隱瞞疫情 而絕對不是實驗室洩漏 即是他有隱瞞疫情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但我可以肯定 絕對不是實驗室洩漏 我不知道他憑什麼basis 不是實驗室洩漏 但是在今年五月 剛剛過去的一月 改口風說 不能夠100%肯定是來自於自然的 你說你這人多賤 你正在說什麼 Anthony Bochy 然後你看看第二件事 通匪 他私下在電郵裡 就不問這個 即是和中國官員的電郵裡 不去在疫症初期 信誓旦旦那時候是說 必須要去追究這個責任的時候 他就說 他跟中國的官員 湘建歡 氣氛和諧 不問源頭 2020年3月到4月的時候 即是去年3月至4月的時候 他就跟中國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的主任高福 通過電郵 互相在圈寒問亂 當時特朗普在介紹 Hydroxychloroquine 我當時做節目也說過 他說這個藥可以治療自己的病 接著Hydroxychloroquine 就不同意 就有茶杯的風波 好了 當時他寫給高福 這個中國官員的信是什麼呢 感謝你們 我們感謝你們好意 好好 都好 只不過世上有些狂妄的人 瘋狂的人 做一個官員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loyalty 你今天 你跟我說 唉 感謝你們好 你們好意 多謝你們 不過我老闆 神經病 布林肯都不會 雖然我跟他不同 他都不會賣主 這些Anthony Fauci What the hell you are doing 這個就是很離譜 然後你會看到Anthony Fauci 當政的時期 你會發覺很多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發生過 2020年的1月 病毒研究員 Christine Anderson 安德森 曾經說過 某一些特徵的武漢病毒 是可能經過這個設計 之後他無端白是收回自己的言論 去到2月21日 有一個康乃爾大學的教授 也都說過 就是 寫過一封信給Valci Valci 福奇也將他轉記 寄給另一個同事去跟訊 這個跟訊就是 關於這個病毒 是可能被別人合成的這件事 去年的3月1日 看到Valci說自己 沒有被川普總統去禁聲 言論是沒有被審查 可以自由發言 而且可以亮相不同的節目 但是 一旦特朗普下台 2021年1月23日 即今年的1月23日 他上了MSNBC Rachel Meadow的節目裡面 竟然說 他是受到阻礙 當時受到阻礙 而沒有辦法去放言 是因為他們不喜歡 你們這幫民主黨人 處理的方式 亦都不希望 你們這些左媒 訪問我 所以我沒有辦法來 前後的不一 很清楚 如果Anthony Fulci 是一個真誠的人 要做錯決定 我都會給他幾分尊敬 他不知道做錯決定 要封關口都是侵侵的子 不是Fulci的子 而他沒有做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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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前後不一 毫無誠意 毫無Integrity可言 這些人 有多厲害的事情 都好 我不管他專業能力 都好都好 都要放棄 都要丟掉 這是做官的基本原則 你可能是專業 專業得到 諾貝爾物理學獎 贏過愛因斯坦 智商三百四百也有 這些人一定要丟掉 一定要放棄 越聰明越懷 心是黑的 這是基本原則 現在當然 全世界就好像遺中 遺而不鬥 譬如看到New York Times說的 中國政府外交神秘的 我不是說過 他報導過石正麗的報導 就是外交神秘 石正麗的說辭 不疑被驗證的 疫情的源頭 難以消解 這就是他的結論 我告訴你 這個結論 也將會是 敗匪那份九十日報告結論 讀多一次 中國政府外交神秘 石正麗說辭 不疑驗證 疫情源頭 難以消解 Full Stop Bye Bye 卡牌首長 So What 那你是不是要追究 十兆美元 是不是要撒取更此賠款 沒有說 他都說明了 中國政府拒絕開放武漢病毒研究所 被人做獨立調查 這一點是很壞的 這一點你會看到 是相當可怕 石正麗擺明是做一大堆跨物種的研究 他2015年的自然雜誌道的論文已經寫 沙士的冠狀病毒 和蝙蝠病毒 骨架結合 能夠有效地 利用它 來做到沙士病人血管緊張素 然後 尊學肌 尊學酶 專學酶 即是ACE2 的多個 蝙蝙基因 在原代的氣管細胞中 高效地 複雜地結合 體外的效的價值 更加是一種 沙士冠状病毒流行的一种株 就是流行病毒株 所以结合了这样的 传染力是相当强的 我已经在以前节目讲过 现在不再重复 2015年的自然雜誌论文 已经写得很清楚 石正礼 你凭什么要否定 你结合过病毒的 You have the precedent 我们做事很多事情 这里不是法庭 我只是有 common sense 我做法律人 我现在不是做法官 我角色不是做这件事 我是觉得你碰到一些东西 你用 common sense 来判断 这个是第一件事 法律上的术语 台湾叫经验法则 即是你的 common sense 如果没有的话 就走不了 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理论 这个假说 是有高度可能性 一是过失洩漏 一是故意放毒 中间涉及到有病毒的合成 这个就是probable case 只要是more than fifty percent chance 是这样的情况 或者more likely than not 就是十兆美元的赔偿的时刻 这个创了世界人类历史的新记录 这个十兆赔偿 很简单 如同pay 很简单 你下一次要承受的地方 就是面对灭亡的威胁 这个已经不是制裁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是你杀害了这么多人 用一种这样的手法 用一种不需要调动军队的手法 在刁动病毒的手法作为军队去杀人 去杀人 就是看以前的片子 The Mummy那些 拿一些甲虫 是不是 拿一些蝗虫去杀人的那些 这些什么 结果是什么呢 你在做事就是这些事 你想病毒来杀人 病毒来厄杀我们的自由 病毒来以疫谋爆 去镇压香港的很多示威集会 很简单 就是在做这些惑吐的事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很复杂 而且美国的深层政府 附共的人大伯 有一个叫Peter Dazak 德萨克 他就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人 他基本上完全支持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做的事员 美国有很多美奸 有很多接近美奸的福奇的人 绝对不可信 绝对不可信 一个出卖主人 背后插人家一刀 说话前后不一 又说疫症初期隐瞒疫情 不是洩漏之后又翻 这是绝对没有任何公信力的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问我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唯有等 但我只是说 我们记住他的报告出来的时候 香港的舆论 台湾的舆论 世界听到我们的舆论 或者美加澳柳 或者英国 希望你们做到一点 呼吁你们当地的政府 杀上 他的结论可能是possible 我们就要求 I don't care about it I don't bother about it 我知道你会这样写 但我会这样写 但我会这样写 it is more probable than not with the propendence of evidence 证据的优越性 it is proved to be liable 在文章civilly liable in terms of civil law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他本身根本是侵权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按照以国际法 为体系的规则 杀取赔偿 杀取赔偿 当然不必定要走入国际法庭 去杀取赔偿 你不给都不要紧 不给就搞到你给为止 怎样给呢 特朗普已经讲了一条路给你听 一笔欧销 绝大部分 甚至全部 美国持有的 中国持有的美债 归零 持有满质 美债都是偏好的 例如001到第1000 这些系列的东西 按照1970年代 美国的一个紧急的法律 注销这些这样的美债 但是不还 来抵消十兆美元的债务 而将这笔钱逐个赔偿给辅助 这一点很重要 美国是绝对有方法操控的 你以为 你有了我的美债 美国就还给你 就注销你 就当不需要做 你一本事解放军 就打过来 看一看到时候是谁强 你又不敢打 难打仗打败仗 可爱可敬可信 爱你的头信你的头敬你的头 说到最后 你们这帮人 全部是无乃白痴混帐匪女 一些存在于世界上的魔鬼 这些人 根本是被掃入历史垃圾堆里面 现在被你久活于中国 是全世界人类对你的仁慈 去到最后 你们必定会被打败 说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 擦两眼睛 有心的准备 这份报告 讲出的结论 会让大家大跌眼镜 空洞无物 我们一定要警直腰肝 绝对撒上为止 十兆美元 免财美债 一笔勾销 这件事才是重要 如果不做这件事 在这里拗痕 你会关心 究竟 这个华为之外 这个TikTok 有没有被制裁 这个WeChat 有没有被制裁 现在就放生了 华为没有放生 放生了TikTok和WeChat 有求于政府这些拗痕 然后新疆棉 新疆棉是占全中国的多少GDP 第一个新疆棉 就等于它脖毛一样 没用的 十兆有用了 我告诉你 这个拗痕 就是特朗普已放下来 如果他正在做总统 早已用了 也不需要调查九十日 现在还要做些什么 拜匪想做些什么 Close the case Find some way to close the case brilliantly 这个就是他正在想的 而你看他怎样做 我是看不好的 所以大家 民间的努力很重要 各国的努力也很重要 各国香港人的努力更加重要 希望大家 继续去珍惜真相守护公义